許廷鏗今年在歌唱事業上有很大轉變 離開了效力三年多的舊東家 成立自家的唱片公司 年底的樂壇頒獎禮 Alfred將會首到以獨立音樂人身份出席 他都說會以平靜的心態應對 其實今年反而出歌上比較佛系 會希望跟歌迷多些互動 我也做了一些workshop 希望跟他們一起感受我心目中的佛系 你會有信心嗎? 今年沒有信心 但是沒有信心也不要緊 我覺得都需要出席 因為自己轉換了身份 做了唱片公司老闆之後 我也覺得應該要去互相支持 因為坦白說 不同的平台都很支持我的 我一直抱著一個感謝的心態 所以就算是一些比較新的平台 如果我們會隆重其事 去搞一個年底的頒獎禮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出席 這日Alfred以一身滑雪莊速出席品牌活動 對於冰天雪地的印象 Alfred有的絕非是浪漫的感覺 而是痛苦的童年回憶 我比較少滑雪的 最近去到真的上雪山 應該要想起我碎嶺的時候 對呀 真的三十年前 因為當年其實我媽媽帶我去的第一個旅行 就是去了紐西蘭 當年我這麼呆舊 然後我最有印象深刻 就是我在雪山上站在那裡 然後因為雪開始融 我就慢慢在那裡沉 那個人越沉越低 然後就哭到傻了 我覺得我自己會被活埋了 所以我對於雪山的印象就是害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童年陰影 去到現在我都不是很 經常去雪山 但是近年是打破了一些階梯 近年我喜歡去冰島 去芬蘭 一些冰天雪地的地方 同場的還有因為網上短片 而人氣高企的吳嘉欣 早前她參與網台show 挑戰武技 這個全新嘗試 她都覺得相當好玩 我覺得都挺好玩 她都覺得都挺好玩 即是那種 那種 鬚手弄之的那些 我最喜歡的 你最喜歡的 不要和我玩野色 是啊 我很喜歡的 喜歡跳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 一開始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女人味 想跳那些女人味 想跳那些女人味